要追求好成绩 努力学习绝对必要 但却不一定心想事成 许多高手前辈们 极少在大学成绩方面 有具体详述的准备心得 我想因为各校系领域 和个人学习习惯差异极大 难以类推适用 也或许天之聪颖一度顺遂 问他们怎么读 只能得到 他就读啊的答案令人跌血 天才们的学习历程 完全无法让普通人效仿参考 甚至误导更令人沮丧 学霸一般有分以下三种 第一类为轻松读一读 就融会贯通考高分的天才型 跟我们凡人没啥交集 匆匆未败即可 绝对打不赢个 再来是勤奋型 原文书和作业以外的习题 全课完 每学期万年不动出卷一的同学 对我来说就像吃饭一样那么平常 最后一类是神秘型 上课玩手游或睡觉 甚至没出席过 却照样考高分 问他们怎么读的都不分享 要不就说他也没读什么 纯粹赛道 假谦虚让人单边眼带抽搐 毁灭别人自尊那种 就尽鬼神而远之 我并没有这么想 分享此片的动机 就是因为我的资质频繁 甚至落后别人 因此相信我的经验 能让学弟妹们 更轻易参考复制并超越 风则上 除了最基本的努力读书之外 充高GPA 还是有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值得及早确定目标 拟定策略 我将从GPA实陈策略 选课技巧 平常课业准备 考试技巧 自学心得 以个人经验分数 我把留学用的成绩准备 当作一场三年之战的心境 刺探情报 拟定战略 焦土政策等等 为了在烦闷的学业中 偶得苦中作乐 必须声明 以下分享 有些是纯粹拉高成绩的旁门主道 扎实的学习 仍是一切的基底 由此才可额外追求一些 拼高成绩的技巧 切勿舌本瞩目 我在博士班面试时 就被教授问很专业的问题 到我答不出来为止 只靠小聪明亮眼碰峰的成绩 还是会原形毕落 可不尝试又后悔目击 更会损及推荐人 我国大学名誉 和未来后辈申请者的机会 不可不慎 无论申请留学 推证国内研究所 或初次实习就业 大学成绩 也就是GPA 往往是通关的第一道门槛 比高中以前的成绩重要许多 以申请世界排名约前30的学校来说 用自身准备经验 他看过上百篇学长姐的申请心得 来粗略判断 平均GPA要3.7以上 或系排名前10%较为安全 当然也看过一些低GPA 却录取名校的案例 但仔细看那些录取生的新德文 几乎都有史诗级别的研究 实习 课外 个人独特经验等 绝非等闲之辈 甚至可说远比单纯 拼高成绩困难数倍 所以特殊案例 绝不能作为安慰自己成绩不重要的借口 你说我就相信了 那你就赌一赌 GPA是校方能用全球统一规范 力求客观筛选所有申请者 审查学习成果和能力的依据 此外 GPA更常常是申请奖学金 研究计划 学术论坛或参访赢队等必要条件 将重大影响所有机会和文件 如CV、SOP、推荐性的强度皆然 因此GPA是整个留学申请的根本核心 第一筛选要件 因为大四上申请 则会看大三以前的成绩 因此大学四年共八个学期 需仔细计划课程的组合分配 其中使大三以前的成绩亮眼 下边附上我的清大成绩单 提供参考和下文实战策略举例用 那你有什么拿手的人耍出来让我选呢 好 自己很有兴趣的通试课程 很硬的话 可以挪到大四再修 因为其成绩重要性不如转眼科目 这样就不会影响申请时的成绩 之后也能修得较快乐 且无成绩压力 能学得多又甜最好 不过总会遇到必选超硬 或对自己很有帮助真心想选的课 然后呢 这时就需要稍微背良心 加选那种又甜又良的课来对冲 每个大学应该皆存在极田良的传奇课 专业科目和通试都会有 还默许我们读自己的书 这些田良课得到了A加 其实对不起认真讲课的教授 可能也牺牲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但为了留学申请积极盈盈 只可视为权宜之计 做好选课前的情报刺探 并预判衡量当学期整体负担后 现在机会来了 不妨穿插个高年级或研究所课程 作为画龙点睛 如此SOP或推荐信 就可展现自己有主见又积极的一面 为了转体研究主动超前学习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这些十几个人或甚至 个位数修课人数的研究所课程 学习分量长笔想象中轻 给分也相对宽松 交易争取加分机会 又可能乾坤大挪移集体大调分 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研究生的及格标准较高 教授通常不会刁难研究生的修课 别太夸张都会给过 反而低年级人数众多的必修课程 比分严厉负担又大 需依照自身学习情况调整 以我为例 在大二上学期 已经有很多负担大的必修专业课程 而且基础也不扎实 此时就不另选通事或进阶专业课程 明确误滥 但大二下时因为必修课减少 也有了一定基础 因此额外选修大四的合子反应器分析 和研究所的应用原子和物理 另选一堂军训和传奇超田通事课来必修 最后四者都A加 共同救援早就预知会被必修课 攻城数学二大刀叠写的逼解 搞定了 大一大二最容易冲高成绩和排名 因为此时大家会花较多时间在社团等课外活动上 附属同学在大三才会意识到GPA对国内推增的重要性 而开始拼整机导致竞争激烈 比如大一下我的GPA只有3.99就班牌第三 大三上GPA达4.23 却是班牌第五没有书卷奖 是吗?来人!大心伺候! 因为考量要花较多时间在申请资料和专题研究上 我的学分也随着年纪越来越少 尤其大四上奏减 如果大一大二最新于课外活动成绩不理想的话 大三务必开始拉高成绩曲线 尤其是专业科目 随时间进步的成绩 能很有故事性的扳回一层 比如履历摆上专业科目或最后两学期的GPA 在SOP或推荐信都能有展现自主学习思维 还自圆起说早期成绩不理想的机会 若是GPA已经够高 那建议将追求满分课业的心力转移到研究上会更划算 同样是GPA4以上的两位申请者 教授几乎都会选择研究能力最好的那位 不会在乎一点成绩的差距 就算大学时期放掉了学业 照样有翻盘录取名校的机会 即采用跳岛战略 先入学竞争和排名较弱的硕士班一至两年 奋力拼高GPA和充实研究经验再去申请 显著的学习进步 往往能让申请文件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多场留学申请演讲和学长姐们的分享中 都有不少这样的黑马案例 经历挫折有所觉悟后的浴火重生 录取机会甚至胜过一路顺遂 但平凡的好成绩学生